第二日一早,群驾人带着行李和家中随行的下人准备出发。 这次去京中,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,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,下次还能不能见到你们了。 老祖爷,您可是说过要看着我驾人的,可不许食言。 是,我答应的,怪宝可要一路平安,老祖爷在家中为你日日求神拜佛,保佑你平安,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这个老东西。 天哥,只管大步往上走,等族中的哥儿都出去了,到时候去京中帮你。 不管在外遇到什么事情,累了就回家来。 秀水村永远都是你的家,你的归处。 小子,紧接老族书的教诲。 哼,老东西我没说错吧,你是真的有好福气。 我听说,京中不像咱自家人,哪都是有八百个心眼子。 你和老嫂子平日里多注意一些,若是真的不习惯,就回老家了。 村里人都不会笑话你的。 大家笑着起哄。 是啊是啊,我们还等你能回来,给讲讲京城市多么的繁华,那边的贵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? 我们也想听听冯婆子,讲些京中的八卦听听,肯定会很有意思。 小山的车队过来时,就看见这和谐美好的一幕。 多谢两位长辈,近几年的关照,万辈感激不激。 安少爷身体已经养好了,回去父母身边是好事。 以后若是有机会,再回村里来,就当这是自己的家。 记住老族爷的话,被村里人认可,就是村子里的娃娃。 小辈,记住了。 唉,时间不早了,再晚些就越发的热。 允晓的,出发吧。 要麻烦诸位多看照下家里了。 大家赶快回吧,只要我和老头子得了时间, 等老三一家安顿好了,我们就回来讲讲京中的八卦。 原本有些悲伤的气氛,被他这样一说, 大家都忍不住扑持笑出声来。